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周二晚间在温哥华听证会后获得保释 但是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中国官方警告加拿大要承担严重后果之后 北京国安局逮捕了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 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对于前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二晚上 在北京被拘留仪式 有什么最新进展 对于孟晚舟案进入加拿大司法程序后 发生的加拿大公民被捕行动 中国官方又有什么解释呢 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呢 是这个中国新京报的报道 加拿大公民康明凯 也就是加拿大在这个香港注册的 非政府组织 国际危机组织 这个成员 康明凯啊 被北京国家安全局审查 昨天呢 路透社报道了 这个康明凯在中国被捕的消息 那么这起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的这个事情呢 传播路径相当诡异 中国媒体援引外国媒体说 康明凯被捕 但是中国官方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直到刚才啊 那么在今天下午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很多记者询问康明凯 以及孟晚舟的情况 比如加拿大人康明凯被捕 是不是中国对孟晚舟被捕的事情呢 进行报复 面对记者密集提问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反复表示 现在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但是多次指出 康明凯工作的国际危机组织呢 在中国没有登记 违法了中国去年实施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刚才我已经说了 关于报道中所提到的这个事情 现在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情况 另外呢 如果说ICG 它是讲这个人 你所提到的这个人 是为他们在中国从事 什么样的活动 我呢可以提醒你 或者通过你提醒这个组织 据我了解 ICG在中国并没有备案 那么如果没有备案 他的人员在中国从事活动 就已经触犯和违反了 去年刚刚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法 同时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 问康明凯是否获得了 加拿大的领事探视 陆康呢 没有正面回答 仍然以没有可以提供的情况来回应 不过他又说 中加之间一般情况下 是保持正常的领事沟通的 有报道说 康明凯在北京被中国的国家安全局抓捕 康明凯能讲流利的中文 曾先后在加拿大驻北京和香港使领馆工作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昨天以1000万家元保释 但是仍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 中国媒体呢 已经报道孟晚舟保释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仍然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保障他的合法正当权益 那么加拿大外长拒绝评论孟晚舟案与康明凯被捕之间的关联 并时刻否认孟晚舟案存在政治干预 这位加拿大外长说 加方只是单纯的履行引渡条约义务 有评论认为 康明凯在北京被捕 使得华为孟晚舟事件更加复杂 许波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加拿大骑警呢 它是应美国司法部门的要求逮捕孟晚舟的 当时呢 正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贸易问题举行谈判的重要时机 那么中国官媒和社交媒体上 对孟晚舟和康明凯被捕事件等有关事态发展 又有什么评论呢 中国官方以及官媒都回避了加拿大司法独立的这样一个事实 声称孟晚舟人权被侵犯 与此同时加拿大公民法轮功人士孙茜 目前关押在北京 他的律师表示孙茜遭到虐待 他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状况堪忧 近期呢 多名美籍华人在中国探亲后被禁止离境 引起了美国当局注意 美国国务院对于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之后呢 这个建议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需要谨慎 陆康表示中方在向加拿大提出严正交涉的同时 也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 那么美国政府呢 对中方在这个事件的立场呢 这个陆康说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中国官媒是一边倒的支持孟晚舟 官媒报道包括呢 加拿大华人支持孟晚舟 据说还有人在法庭旁听席上用手机播放中国国歌等等 在中国官方媒体导向下呢 中国网民的舆论倾向于将孟晚舟和康明凯被捕 与美中贸易战联系起来 视为外交战争的升级体现 很多爱国的所谓的爱国网民发帖 说我们都是孟晚舟 不过对于孟晚舟的保释 一些中国网民的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没有钱和绿卡 你拿什么爱国 温州瑞安国税局工会干部王峰认为 加拿大的体制是民主法治社会 总理呢没有权利干涉司法 中国被刑拘的人没有经过法院判决 照样戴手铐脚料 他还表示中兴的妇产是胡锡进 戴旭等人吆喝而来的 没有席特私下交情必死无疑 孟晚舟获得保释以后呢 这个孟晚舟就在她的微信朋友圈写道 我以华为为傲 我以祖国为傲 朋友圈的配图文字写道呢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有网民谴责华为利用科技 帮助独裁政权监控民众 他们认为在所谓伟大的背后 是被铁幕网络监控和抓捕的人们的苦难 许波 好的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